人类从伽利略开始到开普勒 再到哈勃 一直在探索着宇宙的秘密 想要看到宇宙中更多的东西 想要找到另一个文明或者是生命 人类的天文学家 一天能够接收到成千上万次的电磁信号 他们总是兴致勃勃地在研究 希望能够从中发现地外文明的痕迹 但最终都是大失所望 那说到底 有可能就是因为人类文明的等级不够 而无法破解 直到有一天 宇宙中一连串的神秘爆炸 而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这一现象正是被有史以来最大的射电望远镜 中国的天眼所捕捉到的 那么这座耗资11.5亿的庞然大物 科技巨兽 对中国的科学事业而言 相当于是取得了一场辉煌的胜利 但这座巨大的望远镜不但耗资不菲 而且一天的运转费用就高达40万元 也让人惊叹 天眼把人类对天文学界的观察极限 扩大到了130亿光年 已经接近了宇宙的边缘 那么他究竟发现了什么 看到了什么呢 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 天眼看到的真相 天眼是世界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 他的全名叫500米口径 球面射电望远镜 坐落在我国贵州省的前南不一族苗族自治区 天眼工程是在2011年的三院建成的 2020年1月11日正式启用 而天眼射电望远镜拥有全球最大的直径的凹面反射装置 它反射器的面积相当于30个足球场 上面涂满了全球最先进的反射材料 能汇聚宇宙中发射到地球的电磁波 并将其放大处理 提供给天文学家研究 天眼投入已经使用了三年了 却已经为全世界的天文学家提供了数以万计的信息 天眼不但能够从太空中接收信号 还能够将地球特有的电磁波发送到太空之中 向太空传递地球的祝福 根据天眼的一位研究人员说 天眼可以把人类对宇宙观察范围延伸到130亿光年之外 它可以用来发现最原始的星体 并观察到宇宙中的暗物质 暗能量 天眼在不断依靠模型精确测定的情况下 能够准确地确定黑洞的质量 并有望探测到夸克星以及奇异星的物质 可以通过精确测定脉冲星的到达的时间来测定引力波 还可以发现高红仪的聚脉则星系 实现银河系外第一个甲醇超脉则的观测突破 在天眼丰硕的成果中 还包括了观测到了快速射电暴 快速射电暴是近年来人们对星系之外发现的一种新的天体现象 它存在于银河系之外 时间很短 往往只有几个毫秒 但其所释放的能量 却相当于太阳一年所发出的总辐射量 因为受到技术的限制 所以人类第一次观测到它的时候 是在2017年 到目前为止 有效的快速射电暴只有11起 在《自然》杂志上 于2021年10月就刊登了一篇 关于天眼观测到异常高速射电暴的文章 该射电暴是发生在2019年的8月29日 在47天的时间里 共计1652次高速射电暴发生 这是人类自发现快速射电暴后最多的一次记录 每一次的爆发都比太阳一年的能量还要多 如果全部爆发出来的话 足以毁灭整个太阳系无数次 这么多的强劲能量 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目前天文学家们也说不清楚 毕竟射电望远镜是用电磁波来观测的 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快速射电暴能够在短时间内 发出如此强烈的电磁波 必然是发生了巨大的爆炸 而天文学家们只能猜测 宇宙中存在着许多能够产生 快速射电暴的自然源 比如说高度磁化的中子星 黑洞 以及从宇宙大爆炸的时期 遗留下来的宇宙玄等 当然了 天文学家们也不否认外星文明的存在 这些射电暴的发生距离在30亿光年以内 理论上这个范围内出现 另一个类似于地球存在的星体 是完全有可能的 再加上连续的电磁波大爆炸 有没有可能在另一个遥远的星系中 正在发生着一场星际大战呢 但是目前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 这是地外文明的电磁波 对于这个消息 外星迷的朋友们异常的激动 大家都猜测 这是外星人发射的电磁波 而地外文明一直是人类魂迁崩扰的话题 也是一个未解之谜 天眼自建成之日起 便收到了大量的未知的电磁波 尽管经过天文学家的分析 这些电磁波是来自于宇宙中各种自然的天文现象 并非是外星人的邮件 可是大家还是想知道 也许是我们的科技还没有达到外星人发展的水平 所以才无法理解里面的内容 著名的物理学家天文学巨匠的斯蒂芬霍金 曾经在天眼建成投入使用的时候就警告人类 不要试图向太空发射信号 暴露自己的位置 一旦地球被发现位置 我们的文明将会消失 如果外星文明发现了我们 维度更高的外星文明会怎样对待我们现在的人类呢 类比一下大航海时代的西方殖民者和美洲的原住民就知道了 人类面对外星文明就如当年的原住民 面对殖民者一般无力 但是有人反对霍金的这个看法 首先怎么就那么肯定外星文明的维度一定比我们人类高呢 如果他们的维度很高的话 这么多年也没有看到他们来访地球 说明他们的科技也没有发展到能够克服太空 实现星际穿越 为此地球上已经形成了两个阵营 一类是认为外星文明高于地球 一类人则认为外星文明可能还不如人类 但是这次观测到的快速射电报 就有人认为可能是外星人在使用他们的电磁武器 那里也许正在发生星际战争 所以才会如此的连续爆炸 说不定摧毁了某个星体 而第一次有确切记载的高速射电报是在2007年 科学家们发现它由于它只存在了五个毫秒 所以速度太快 人们对它的真实性就产生了怀疑 科学家们也无法确定它的爆发方式 不过那时候时间太短 还没来得及做更多的研究 三年后他们在同样的天气下 接收到了十多个类似的信号 这让他们意识到 这和以前的数据一模一样 而中国的天眼建造完成以后 由于多次遭遇到类似的快速射电报 科学家们最终就得出了快速射电报的规律 这种快速射电报的活动周期大约为156.1天 每隔90天将会出现一次射电爆发 随后将会进入两个月的平静期 有不少人就认为这是一种外星人的信号 换句话来说就是当我们利用高等级的无线电技术 探测到了未知的空间的时候 外星人也开始探测到了地球 当然以我们现有的状态 是不可能对这样的外来讯号做出反应 毕竟快速射电报的来源是位于30多亿光年之外的地方 而以人类目前的科技水平 只能够将无线电波发送到距离地球120光年远的地方 目前还只能够被动的接受这些信号 不过任何的事物都在发展之中 人类也从未停止过对外星探索的脚步 也许有人会问了美国也有天眼 那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呢 中美的天眼其实属于两个时代的产物 最初的目的也不同 而阿雷西伯是在冷战时期出现的 虽然打着科技第一的旗号 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天眼是用来监控苏联等国的一个动向的 但也不能抹杀天眼对天文领域的影响 当时的阿雷西伯有四大发现 包括星际分子、类星体、微波背景辐射、脉冲星等等 都是由阿雷西伯发现的 而中国的天眼则是专门用来观测宇宙中的天体 去探究宇宙中的奥秘 因为发射出去的辐射不仅有可见光 它还包括了各种电磁信号 X射线、伽玛射线等 在设计方面二者相差也比较大 中国的天眼直径500米 表面有4450个反射器 有1万多根钢筋绳索组成 发射面积达到了25万平方米 打个比方就是这口大锅里如果装满了水 足够让世界上所有人喝上一天 而恰恰相反 阿雷西伯一开始的直径是305米 后来扩大到了350米 发射面积仅为7.3个平方米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中国天眼所能够接收到的电磁波 要被阿雷西伯所能观察到的范围更大 探测到的电磁波更长 看到更遥远的天体 更让人惊叹的是 中国天眼的接收表面还非常的柔软 像是古人以柔克钢一样 在每一块反射面上都安装了驱动器 每一个反射面都可以调节30度 这样的话测量的角度就可以在8-9秒之内 将10毫米的误差控制在3.8毫米以内 相反的阿雷西伯的反射器是静止的 精度只有我们的十分之一 最后一项便是重达30吨的溃源舱 它相当于射电望远镜的瞳孔 而中国的天眼在这方面选择直接利用 反射面汇集电磁波 并不需要另外在内部安装超大型的吸收设备 通过6根钢筋绳索的控制 这个重达30吨的物体能够在140米的高空随意移动 方便随时跟踪位置信息的变化 而这个误差也只有几毫米 可见其恐怖的精准度 相反的阿雷西伯的溃源舱的重量超过900吨 维修保养极其不方便 耗时耗力耗资金 另外令人遗憾的是 自从几年以前他们那个电缆事故发生以后 阿雷西伯的溃源舱掉落了 将他们的反射盘表砸毁 到目前为止美方也没有重建或者是维修的想法 同时天眼也正式宣布 将面向全球的科技界开放接受实验的申请 于此同时 中国天眼也加入了地外文明探索计划 简称SETI 就是为了寻找来自于宇宙深处的智慧文明 在此之前 张同杰教授就透露出了一点点消息 他就称在天文数据处理的时候 他曾经就发现过两组可疑的信号 他们同时进行了一番大胆的猜测 觉得这是类似于地外文明的一种信号 尽管很多人还是坚定的表示 可能是因为某种射电的干扰而造成的 但这显然需要一个漫长的论证过程 那么外星人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呢 为什么对于外星文明各国的表现褒贬不一呢 要是在未来的某一天 我们真的探测到了外星人的存在 是否有胆量回复它呢 事实上对于外星生命的存在 各国领导人都给出过明确的看法 比如说俄罗斯的罗格金就表示 外星生命确实存在 但是人类是受限于科技水平 实在无法企及 他这么说也有一些依据 因为他说他曾经亲眼看到过 前苏联退役的飞行员的目击报告 报告的内容当然是严格保密 以免引起人类恐慌 当然了正是因为这些无法解释的事情 他说他坚定的相信 外星生命是真实存在的 那日本在研究外星生命方面呢 也是颇有见数的 比如他们的损鸟二号飞船 在一颗名为龙宫的小行星上 采集了一份样本 结果就表明呢 这份样品中呢 还有数十种氨基酸 包括了一量氨基酸与干氨基酸 以及23种以上的氨基酸 那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不理解的人可能就要问了 氨基酸代表了什么 它的出现为什么就成为了 外星生命存在的证据了呢 而这些氨基酸则是地球上 最基本的生命的物质 而且其中还包含了大量的蛋白质 以及大量的有机大分子 以及大量的氮化物 我们就可以想象 浩瀚的宇宙有无数的行星 我们用一辈子的时间 也不可能探索完 为何日本的一艘太空船 恰恰就找到了这种样品了呢 那只能证明呢 相似的样品在整个宇宙当中 占有非常大的比例 既然这个比例那么大 又是生命形成的基础 那你说宇宙当中 到底有没有外星生命的存在呢 而这个造物主又是谁呢 中国天眼在2021年的3月 曾经捕捉到了宇宙中 最早的一次无线电波 该信号从遥远的宇宙中出发 距离地球大约130亿光年 是迄今为止 人类所观测到的最早的一种信号 它存在于宇宙大爆炸之前 这一信号的发现 对于我们理解宇宙的演化 就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这些讯号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也就是说 这些讯号所传递的信息呢 是宇宙的幼年期 通过这种方式呢 科学家就可能了解到 在宇宙诞生之前 或许也可以发现 造物主是谁也说不定呢 那么说了这么多 种种的现象都在论这一个问题 那就是外星文明真的存在吗 中国天眼的存在 或许会将这一进度大大的提前 也许在未来呢 就会发现有文明的星球了呢 那么好了 故事呢 比各位就讲完了 好啦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 这期内容大家还喜欢吗 喜欢的话 点赞留言 支持我们一下哦 我们会在每集下方留言当中 选出一个幸运的粉丝 那么奖品的内容呢 就是宇哥之前讲过的这一些书籍 还有我抱过的娃娃 那我们抽奖是以什么为标准呢 抽奖的标准呢 就是在节目下方留言当中 我会选出一个 我最喜欢的留言 所以大家要多多留下精彩的留言 吸引我的注意哦 搞不好 下一位幸运的粉丝 就是你呢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